搭著黑色防母車抵達新竹 陽明交大 臺南女兒蘇茲峰 名譽博士學位再加一 會場大爆滿 臺下座務虛席 蘇茲峰親切和學生近距離談話 蘇茲峰也再度喊話 臺灣供應鏈是重要夥伴 就算傳出超微 下一代晶片不找台積電 要找三星的消息 蘇茲峰也幽默回應 你們相信韓國媒體的報導嗎 一句話徹底力挺台積電 尤其台積電曾幫助超微渡過黑暗期 從面臨營運困境到翻身 台積電一路相挺協助出貨 靠著有競爭力的PC 伺服器等CPU 超微轉虧為盈 還攪出股價暴漲四十倍的驚人成績 在二零二二年市值首度超車英特爾 在某些應用上 晶片速度和效能也超越英特爾 不願正面回應下一站行程 這趟來台更巧妙避開美中敏感話題 但樂觀看待AI前景 未來三到五年商機上看一千五百億美元 未來與台廠供應鏈關係只會更緊密 三零新聞綜合報導